来不是要船吗 这位咱们找到了 点赞关注走一波 这可是一个海盗船群系 这里边还能没东西 你们这小船上可能太小了 找个大点的 旁边这船这么大 肯定有东西 甲板下边一定有 有两颗船 两个床 对对对 这种箱子里一定有东西 打不开 什么鬼 还把我给卡住了 我愿用二楼一个完美的表情包 一个动图 换我一次好的东西 nice 给了一些纸 还有书 还有时钟 这啥玩意儿 迷之炖菜 兄弟们 不是我说 这个迷之炖菜 我曾这攻击力75 真的假的 我这攻击力都74 先拿这个 头盔咱们先换上 别的咱们不要了 迷之炖菜 我记得是好东西 可以尝一口 没吃过 哎呀没吃过 来一口 我直接迷了兄弟们 失明两秒 还不错反正 整体来讲还不错 虽然有一个负面属性 但是并不是特别负 直接直击主题 它这种箱子 海盗船群系嘛 在这里边东西可能比较多 然后另外说一下 今天如果更新的视频 不是很多的话 那一定是我 昨晚太忙了 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 反正我就是 没有太多的时间录视频 希望大家能理解 希望大家能理解 那箱子也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旁边这个船上面 可能也有 好吧 这种小船上是不可能有的 这种偏大型的船上面才能有 而且它们大部分的箱子都是空的 我们只能在里边得到一些纸啊 书啊 还有些鸡毛 另外就是一些附魔装备 有个锋利75 就高一点 高一点也是高 鑽石斧拿着 这是好东西 独王交易就不要了 77 不过这个东西也不太好 不要了 最后一艘小大船 属于小大船 什么叫 它要六根鱼 算了 这个渔民太空了 如果我要那六根鱼 我就跟它交易 毕竟我是有一颗绿宝石的 都搜的 它们这上面连颗绿宝石都没有 锋利三鸡腿二 比我手里这把还好 火药咱就拿上了 终于可以上大船了吗 让我们看看大船上有什么 首先看看这些渔民 基本上它们的交易都是一样 多少颗 九个煤是吧 我拿一点煤 跟它换了一下 三级 正好可以穿钻石装 喂 兄弟 完美 这个等级就算完美 然后下来 把这打一下 哇 绿宝石块 兄弟们 十二颗绿宝石 还有钻石 铁黄金 海洋之心 斧子弹就不要了 天梯拿上 咱就是说 这儿有点负 这个东西是不是也 这好龙线 绿宝石块 我蹭 十六个绿宝石 我蹭 四十七块 哇 看来遇到一次这种地方 咱绿宝石直接实现自由几乎 效率 耐久 煤炭拿上 里边还有吗 再往里边就没有了 这边也没有了 看来这个大船里边的东西 还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上面没什么东西 我要不要给它换点 哎 我找那个红石商人换 大家还记得吗 咱们以前村庄里有一个红石商人 我找一下啊 应该就住我家旁边 叶方的小屋 这里附近有一个吗 对对对对对 这有远古残骸的吗 虽然我们不够一个钻石板 他应该是他 也行也行 六个面包也可以呢 我这么多经验值 感谢村民 哇 村民又可以换南瓜派 再跟他换 是不是又升级了一份 他现在我已经帮他升级了 农民到学徒 应该不少等于 四个级是吧 这个减满 这个也减满 锻造咱们减满 然后附魔减满 看能不能减满 然后农耕 对吧 农耕也点得高一些 哎 铁柜脸坏掉了 我可是住人为乐的好人啊 修 直接修满 那个村民呢 哎 别走啊 交易得好好的 你走什么 你在干什么 他说换这个了 咱们不能跟他换 那个村民应该不错吧 也不行 另外这些都是傻子村民了 我那大村民呢 在哪儿浪进来 我找找他去 哈哈哈哈哈哈